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休闲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2024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贺锦丽和川普 这两个人都有不少人支持他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在美国的商界 特别是那些富豪 他们支持谁反对谁 并且这些富豪的一些举动 能不能让我们看到 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 谁更能够占有优势 我们说美国的选举 有两票很重要 钞票和选票 选票固然重要 钞票也很重要 选票多不多 其实钞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最受瞩目的是谁呢 除了马斯克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巴菲特 我们知道巴菲特是著名的投资人 股神 我那天还看了个报道说 投资股市到底能不能巨富 结论是除非你是巴菲特 不然的话呢 投资股市能够赚到钱就不错了 我不知道这种评论 到底是不是跟现实比较相关 因为我个人在股票市场呢 涉猎的不多 不是没有 涉猎的不多 我们来看看巴菲特 这个在全世界吧 应该说最成功的股票投资人 他怎么看接下来的美国选举的结果 而他做的一些动作 又能不能预示说 选举结果是什么 巴菲特最近大量出售了股票 换成这个现金的储备 那么所以呢 另外一位富豪马斯克呢 就在一个评论当中认为说 这是巴菲特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做好了准备 我们知道巴菲特没有公开支持哪位总统护选人 而马斯克呢 是支持川普 并且呢 用他的话来说 他是全力支持川普 那么马斯克说巴菲特这种抛售股票的行为 就是为大选结果做好了准备 到底怎么说呢 巴菲特的一举一动啊 当然是威令市长非常关注 10月7号的时候呢 他旗下的一家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一份文件显示呢 该公司进一步减持了美国银行的股票 美国银行在股票市场当中 是有指标性的一家公司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巴菲特仍持有10.1%的美国银行的股票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持份人了 巴菲特的公司 现在现金以及这个等价物呢 及美国的国债短期投资总额为2769亿 而这里边呢 美国国债占了非常大一部分 达到了2346亿美元 也就是说巴菲特现在的资产当中呢 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美国国债 据说巴菲特拥有的美国国债 比美国联邦储备局拥有的还多 那么美国国债 为什么这么受巴菲特欢迎呢 我经常说美国国债 比如说我们讲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你看中国抛售美国国债 美国就如何如何 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压力 美国国债 为什么中国会购买这么多 不是中国可怜美国 美国国债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金融产品 全世界各国的资金购买美国国债 不是因为美国好 不是因为美国坏 是因为美国国债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融产品 大家为了回避资金风险 往往都会把钱投入到美国国债 虽然我们每天说美国国债的上限不断再提高 美国联邦开支导致美国国债还能撑多久 但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债还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金融产品 因为它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信用支持 所以它一般在有金融动荡的时候 如果要避险的话 很多人都会把钱放到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被称之为金融避风港 而巴菲特现在把大量的钱转移到美国国债里面 这说明什么呢 马斯克的说法说巴菲特这个行动 可能预示着市场即将出现调整 美国市场出现调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经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状况 美国经济之前大家讨论软着陆硬着陆 有不同的观点 美国政府的官员 拜登政府的官员一直说 一定会软着陆 像这个财长 像这个其他的一些金融官都说 但是呢市场有很多投资人怀疑 美国的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因为拜登政府现在说他的经济成绩非常亮眼 我们就拿劳工就业数据来说 现在已经被证明去年的劳工就业数字 被大大的注入了水分 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注入水分 最大的一次就业数字 水分多少呢 虚增了80万的就业人数 所以说拜登政府一直说 我们的经济很亮眼 亮眼在哪里 就业市场非常的热 非常的好 但是其实有80万的就业人数是虚增的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字不亮丽的话 美国的经济未来会硬着陆吗 再有就是联邦储备局刚刚减息 减完息之后呢 应该说拜登政府也够倒霉的 马上就发生了两次风灾 这两次风灾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影响 会不会再次导致通货膨胀 还有美国政府现在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会不会令到美国通货膨胀再抬头 最新的数字通货膨胀高于了一些大行的预期 那么如果通货膨胀还是比较处在一个高位的话 联邦储备局还会不会减息呢 如果不减息的话 那么美国的金融市场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所以说马斯克认为巴菲特这样做 是巴菲特高瞻远逐 看到美国的市场即将进行调整 当然这个调整 你说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想这只能交给财经专家 其实财经专家也未必对未来美国经济发展 就一定会做出准确的判断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不会有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了 9月18号 马斯克在讨论到巴菲特的这个所作所为的时候呢 他发表了同样的评论 他说巴菲特已经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好了准备 因为当时美国的著名的避险基金 百万富翁约翰·保尔森表示说 如果贺锦丽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他将会从市场撤出资金 保尔森是避险基金的亿万富豪 在华尔街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而他在今年呢 公开表态支持川普 他跟马斯克一样 都是公开的坚定的表态支持川普 所以他觉得支持川普还不够 他还是加码 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说 如果贺锦丽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他将会从市场撤出资金 所以马斯克把保尔森这番话 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上转发 转发完之后呢 他还加了个评价 他说巴菲特也是为这个结果做好了准备 也就是说巴菲特对美国未来选举的结果 产生了一个疑虑 可能巴菲特看到主流媒体 左派媒体一天到晚说 贺锦丽胜券在握 贺锦丽出天下归星 贺锦丽的民调高于川普 并且越来越高于川普 所以巴菲特也为贺锦丽 未来有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 做了准备 如果巴菲特把他的资金都放到了 跟股市相比 收益率相对比较低 但是风险也比较低的美国国债 那么这就令到巴菲特以后 一旦出现了他不想发生的情况 可能未必是贺锦丽当选 可能是川普当选 反正发生了巴菲特 不愿意出现的情况的话 他这个钱就在避风港里面很安全 并且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那么如果马斯克认为 巴菲特这样做 是为了担心贺锦丽 在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如果巴菲特是支持贺锦丽的话 巴菲特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 不对 马斯克胡说八道 我的打算完全不是这样 或者他可以直接说 我反而担心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美国的经济会更加危险 但是巴菲特没有回应 那我想这个巴菲特没有回应 也就说明他不太反对 马斯克的说法 最起码他是为 在未来大选当中出现了一个 他并不太愿意看到的结果 而做了准备 路透社报导 一些投资者认为 巴菲特的举动表明 在通货膨胀和利率 处在高位的背景之下 巴菲特对美国的经济前景 产生了这个疑虑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 也就是说 巴菲特对拜登政府 在接下来的不到半年的时间 会令美国经济走到哪里 巴菲特并没有一个很充足的信心 其实在今年五月份的 巴菲特公司的年会上 巴菲特表示说 抛售股票是有道理的 因为联邦资本利得率可能会上涨 记得这是谁的政策吗 贺锦丽的政策 贺锦丽说资本利得率要上涨 还有未实现资本利润也要磕税 那这对巴菲特来说 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说巴菲特说 这取决于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巴菲特担心贺锦丽的因素 可能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巴菲特担心贺锦丽的因素 可能比较多一点 如果说巴菲特的态度 你还可以觉得有一点模糊的话 马斯克的态度就是非常的清晰了 我们知道马斯克除了公开支持川普 包括参加了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之外 马斯克接受保守派媒体人卡尔森的访问 这一段也值得我们看看 他说了什么 他对美国未来担心什么 我们知道卡尔森是原来霍斯电视台当家主持人 后来因为跟电视台闹翻了 所以现在自己独立出来开了个节目 马斯克在接受保尔森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为支持川普all in 就是亲近全力 如果川普败选 自己会完蛋 并且面临牢狱之灾 马斯克对自己未来前途 并且对2024总统大选结果 如果川普不赢的描述 听起来非常可怕 因为对话一开始 卡尔森就问马斯克说 老哥 如果川普在今年没能当选的话 如果他输的话 你就有麻烦了 马斯克 因为两个人是在一种 很快乐的气氛 在有点开玩笑气氛上讲 所以马斯克也哈哈大笑说 你觉得我会蹲几年大牢 我还能见到我的孩子吗 马斯克说 我真是不知道 话是讲得非常可怕 但是两个人的态度 是非常调侃的 所以我觉得 马斯克对今年总统大选 其实他是有信心的 我们说钞票在选举当中 所发挥的作用 也绝不能小看 卡尔森还调侃他说 如果川普输了 你不能假装没有支持过他 民主党人早就盯上你了 意思就是这样 马斯克说 对啊 万一他说了一定会有人向我 复仇的 马斯克在这个访谈当中 再一次强调了 非法移民对美国总统大选 所带来的影响 他说 他相信 在大选投票之前 民主党已经故意的 把非法移民 送到了几个摇摆州 如果 以后就是 除了今年大选之外 今年大选 哪怕是 川普赢了 这些非法移民的问题 不被重视的话 这些非法移民 终将会获得公民的身份 也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说如果民主党再次正式年 就是如果今年民主党选赢的话 他们将会使更多的非法移民合法化 所以呢 下次选举就不会出现摇摆州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 当初美国立国之初 没有两大政党这个政治局面 有很多人都出来竞选美国总统 到了大概是1960年代吧 美国的两党的这种 在大选当中竞争的政治态势 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所以呢 在两党对立 两党主导了美国政治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摇摆州 在1960年代之前呢 美国其实没有摇摆州这个概念 美国的民众就是根据民主政治当中的 有对立 有争锋相对 最后大家走向妥协 一起向前走 那时候美国政治还是这种状态 没有出现说现在这种政治对立啊 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 互相伶俐的攻击啊 但是呢 1960年代以后 美国开始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这个对立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强烈 发展到现在呢 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在两个政治势力 严重对立情况下 才会出现了几个少数摇摆州 决定选举结果 这种局面 马斯克说 如果你让非法移民进入到这些摇摆州 这摇摆州都不是大州 都不是人口比较多的州 你把这些人塞进去的话 那么以后没有摇摆州 也就没有选举 马斯克说的没有选举 不是说的 以后美国没有民主选举了 加州也有民主选举啊 为什么共和党人在加州选举当中总是落败呢 为什么民主党人总是在加州 一州独大呢 这个模式恰恰就是民主党人 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另外49个州 不用48个州 有个州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说马斯克说 非法移民 它会令到美国的民主 从此不再出现 美国依然有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 但是呢 每一次都是民主党赢 最终达成了一党之正 我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 他说 民主党好像也不太坏嘛 拜登当了四年也不至于有什么灾难性的情况发现 对 从民主变成独裁 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我相信今年如果贺锦丽赢了 我们在美国还会有民主 还会有言论自由 还会有法律保障我们 但是如果让民主党一党独大 他们接下来就会修改相关的宪法 就会修改国会选举的办法 就会修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办法 终于让他们行政权 司法权 以及立法权 都牢牢稳固掌握的时候 那个时候 独裁才会真正出现 所以 今年民主选举在马斯克看来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 如果民主党在执政四年 会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把所有的三权都抓到自己手上 那个时候 美国的民主就会消亡了 马斯克和巴菲特 这些华尔街的富豪 大家有没注意到 跟以往的总统大选相比 今年他们的角色 好像更加受关注 而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关注 好像跟以往相比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纽约时报报道说 2024年总统大选 使到现在华尔街的企业并购活动的 为之冻结 这个冻结不是说 拜登政府的政策让他们冻结 而是这些富豪们对选举的结果 感到了极大的忧心 不是说他们忧心 川普当选 或者他们忧心贺锦丽当选 他们也分成两大阵营 有些人担心川普当选 有些人担心贺锦丽当选 所以纽约时报报道说 不论是民主党的贺锦丽当选 还是共和党的川普当选 这两个人对金融家 似乎都不那么友善 我倒不觉得 川普对金融家 有什么多么的不友善 贺锦丽那个 未实现利得税 倒是这些金融家 头上悬了一把刀 但是纽约时报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两个人都承诺 以自己的方式来整顿银行业 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选举的展望不确定性 有争无减 导致企业最近宣布并购的步伐 完全停止下来 要观看选举的结果 所以看选举结果 再做决定的 何止是巴菲特一个人 整个华尔街都在观望 纽约时报说 访问了一些银行的职员 律师和顾问 他们都指出 许多可能攸关华尔街财富创造 或者消失的政治问题 至今悬而未决 企业税调高或者降低 贺锦丽提出的抗通膨的措施 会不会打击企业获利 等等这些都是 企业现在观察的一个现象 所以应该说 华尔街很担心 今年的选举结果 那你说 他们是担心贺锦丽当选呢 还是担心川普当选呢 你从打击企业的利润 从调高企业税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个人觉得 华尔街大多数人 是担心贺锦丽当选 而美国的媒体 每天都说 贺锦丽很可能当选 所以才让大家产生这个担心 所以才让大家停步不前 当然离选举投票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对华尔街造成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 但是不会太大 除了巴菲特这种富豪 除了华尔街这种金融从业人员 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很担心之外 还有一帮人对现在大选的发展 对整个大选民调的走势 也非常担心 这个群体很特别 这个群体是什么呢 美国的色情电影演员 色情电影在美国 我不知道是算不算一个发达的行业 好像大家讲起来都是 日本的色情电影比较发达 但是现在纽约时报报道 10月7号 有17名色情电影演员宣布 他们准备要花10万美元 色情电影的演员我不知道收入怎么样 10万美元对17个人来说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吧 花10万美元干什么呢 他们将在7个摇摆州 你看又是摇摆州 在7个摇摆州的色情网站上刊登广告 这广告说什么呢 他说共和党的2025计划 将会全面禁止色情产业 也会禁止相关从业人员 让他们感到强烈的职业危机 大家还记得那个2025计划吗 他是由一个美国智库提出来的 应该是一个极端保守的计划 川普多次跟这个2025计划切割 但是左派媒体一直说 川普一上任就会以这个2025计划 作为他的施政纲领 反正你不论川普怎么解释 左派媒体就是这么说 关键是有很多人这么信 最起码这17位可怜的色情电影演员 他们就相信了 他们说这让他们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我想他们的广告词里边应该不会写 请支持贺锦丽 就等于支持色情行业 贺锦丽跟我们是一伙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写吧 纽约时报说 根据调查的数据 美国男性观看色情影片的比例 最高高达57% 他有不同的年龄 最高的是57% 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 如果贺锦丽今年 因为这些色情电影的女演员支持他 而他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也差不多了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他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